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应该建立一个开发无人机的系统 俄罗斯应该成为技术和能力的来源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广泛使用无人机 包括从伊朗购买的无人机 普京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 与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表示 由于西方的制裁 外国公司正在失去俄罗斯市场 他还表示 国内业务扩张的潜力是巨大的 俄罗斯并没有因为外国企业的撤离而蒙受损失 英国如果派遣战斗机会危及英国的安全 那么英国不会这样做 英国方面表示 英国政府在对向乌克兰派遣战斗机的问题上 持谨慎态度 如果这可能会危及英国安全的话 当被问及 英国是否有备用战机可供提供时 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发言人 拒绝就关于提供战机的猜测发表评论 这位官员表示 英国拥有数量可观的台风和F-35战斗机 当然 我们绝不会做任何危及英国安全的事情 这位发言人补充称 英国将与国际伙伴合作 研究出我们如何向乌克兰提供北约标准的能力 随着战争周年纪念日临近 俄罗斯的袭击加剧 随着俄乌战争周年纪念日的临近 乌克兰官员报告称 俄罗斯在该国东部的军事行动正在加剧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 前线每天大约发生一百起冲突 与此同时 西方盟国已经加快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速度 此前他们已经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其军队急需的主战坦克 波兰认为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 必须在战斗机的问题上采取决定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 北约必须就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问题 做出整体决定 波兰不会是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国家 泽连斯基敦促盟国向基辅派遣战斗机 帮助其反击俄罗斯军队 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 我们只能在整个北约组织内采取行动 莫拉维茨基这样告诉记者 我们不会是第一个交付战斗机的国家 但我们会积极响应 前提是拥有这些战斗机最多的国家 能够把它们交付给乌克兰 莫拉维茨基指出 波兰没有足够的战斗机 无法率先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 波兰不能采取削弱自身安全的措施